可谓是抢尽了风头 在发布会之后呢 英美达人也是接受了我们娱乐青天地的独家专访 第一时间道出了他们到中国的感受 在7月8号的达人圣典发布会当天 苏珊大妈穿着一身中国红糖装 搭配苏格兰风格手提包 吸引了所有媒体的目光 而被称为中国版苏珊大妈的菜花甜妈 代表中国达人们向苏珊大妈送上了一套精美的中国丝绸礼物 而苏珊大妈则以苏格兰风情礼品作为回赠 两人在台上深情相拥 颇有英雄系英雄的感觉 虽然通过电视和网络 中国媒体早已走进苏珊大妈 但真的近在咀嚼时 还是会有许多不同的感受 比如很多记者就发现苏珊其实很幽默 I just wonder if you know your Chinese name I don't know the Chinese name but let's hear it 珊珊大妈 Oh that's lovely Thank you I'll wait a minute Thank you Do you mind it? Cause I heard they call you Miss Susan But we call you Auntie Susan Oh Auntie Susan What? That makes me an auntie You don't use it doesn't it? 而在面对我们娱乐新天地记者的专访时 苏珊大妈的谦逊又让人印象深刻 I believe in Chinese I believe that they are You can come true if you want them If you really want them 许多人都知道苏珊大妈胆子很小 她甚至很怕坐飞机 但是这次为了中国大人秀 她刻苦万难来到上海 怎料这个高温天让她有些吃不消 天气之外 学中文也是让苏珊大妈头疼的事 在发布会后台 苏珊大妈特别想学说中国达人秀的口号 但相信梦想 相信奇迹这八个字 对不善言辞的她来说 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 神戚虎 神戚虎 旅伴旅戰之後蘇珊大媽終於想模像樣地說出了一句話 完整的口號 眼見著蘇珊大媽有些尷尬 及時宇宙里波默默地來到後台 為蘇珊大媽送上了神秘的禮物 中立波為蘇珊大媽寫的序被印刷在了新書的宣傳頁上 也不管新朋友能不能聽懂 周立波就在現場飽含深情地朗讀起了這段文字 蘇珊大媽以一種很簡單的方式表達了一種很不簡單的簡單 這種簡單足以修正我們對簡單的簡單看法 除了用文字誇讚蘇珊大媽之外 周立波面對我們的鏡頭再次表達 各大阿姨 冒� llevar 高 � 麻煩說 為師 Laz 注 legends 期待 年 Zither Harp